三月是杜鹃花绽放的季节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属乌来工作站 与新店区贵山国小共同举办乌来杜鹃指数活动 乌来工作站的同仁除了向小朋友讲解乌来杜鹃在生态保育上的意义 以及正确的栽植步骤和技巧外 更带领师生亲手种下原生杜鹃 贵山国小在翡翠水库的水源地 其实它是一个生态非常好的地方 那周边早期在北市西有所谓的乌来杜鹃 那因为水库的建立它数量减少 那透过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希望让孩子认识在地的本土的植物 那也跟周边的机关一起合作 努力让这里成为一个很漂亮的生态环境 乌来杜鹃原生地分布在北市西一带 现被列为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并为物种红色明露的野外灭绝植物 为了保育及富裕该物种 乌来工作站的校园苗圃 每年都会培育树苗 由于贵山国小就位在北市西及南市西西流交汇处 是相当适合乌来杜鹃生育的环境 因此学校也期盼 借由校园植树活动 为富裕乌来杜鹃尽一份先例 并且向2050净零碳排目标迈进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